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虎说 她是一个出生在美国 长在美国的 因为从小一直都是和这些美国人在一起生活 所以她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和一个中国女生去表达她的爱情 很多人都以为她比较傻 比较呆萌 而她自己也是曾经为了得到一个女人 为了讨得一个女人的欢心 下进功夫 绞尽脑汁 想尽办法 甚至都用迷药了 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她才知道 真正的爱是不需要花功夫 想办法的 事情是这样子的 小虎说 她高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一个女生 叫蕾蕾 而这个女生呢 跟她相处的也特别的好 然后呢 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呢 她就跟这个女生呢 说她比较喜欢这个女生 因为她们经常呢 也快出去看电影啊 然后出去打球呀 感觉都非常好的 她也觉得这个女生呢 好像喜欢她 所以有一天呢 她就跟这个女生说 那她们能不能进一步发展成男女朋友 结果这个女生呢 就跟她说 啊 小虎 我对你的感情呢 就是同学感情 我对你的喜欢呢 也就是同学 普通朋友之间的喜欢 要进一步的喜欢到男女朋友的这种关系的话呢 我觉得我对你的感情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可是她对这个女生啊 确实是非常的喜欢 她自己认为 如果这个女生不喜欢她的话 可能这辈子啊 她都找不到一个她喜欢的女生 她也不会去喜欢一个女生 所以呢 她就非常的难过 然后呢 有一天 她就和一般男生一起玩 其中呢 有一个男生啊 是跟她关系比较好的 她的这个男性朋友呢 叫Mike 他们两个呢 就坐着一起喝咖啡聊天 而且她呢 也表现得挺难过的 虽然叫Mike 啊 但是呢 她也是华人 而且呢 她曾经有过很多的女朋友 胖的 瘦的 高的 矮的 而且呢 她同时会交往几个女生 所以呢 她就问小虎 她说 你怎么了 我怎么看着你啊 是无精打采的 感觉你一点都不开心 你是怎么了 失恋了吗 然后小虎就说 哎 你怎么知道我失恋了 完了之后呢 Michael就说 我们这么好的朋友 我的眼睛是穿实眼 我肯定一眼就看得出来 你是怎么回事 啊 小虎啊 我想跟你讲啊 这个追女生啊 是要想办法的 而且呢 也是有方法的 你得想办法呀 你看我吧 我有各种女朋友 每个女朋友呢 都是哭着闹着的 要和我结婚 而且呢 非常的喜欢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虎说 我不知道啊 为什么 你有什么秘诀吗 然后Michael说 你知道吗 我的爸爸以前在国内啊 他是有一个小老婆 一个大老婆的 我现在的妈妈呢 是他的小老婆 我之所以今天能让所有的女人喜欢我呢 也是我爸爸遗传的 其实这个不只是遗传啦 我们是有方法的 小虎说 他又再一次追问Michael 到底什么办法 然后Michael就说 迷药 你知道吗 这个女人啊 你是要给他一点迷药的 当你把迷药放在他身上的时候呢 他就对你非常的痴迷 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爱恋 小虎连忙就说 真的吗 真有这种东西的啊 我还以为迷药只是个传说呢 Michael就说 这个呢 我也不能骗你啊 我们家从我爸到我 我们之所以那么受你们的欢迎 我们肯定是有方法的 这个方法呢 就是迷药 这样子 你改天呢 来我们家里面 我会给你一些 到时候啊 无论什么样的女人 只要你用上他 绝对没有问题的 小虎听他这么说呢 也觉得非常的感兴趣 他就想 他喜欢雷雷那么多年了 那不如他试一下吧 所以呢 第二个周末啊 他就来到这个Michael的家 Michael呢 就说 今天呢 正好 我的父母不在 我悄悄地用这个瓶子啊 装一点点给你 这呢 可是我爸爸的秘方 之后呢 Michael就用一个像香水瓶一样大的一个黑色的瓶子 给他装了一点点 然后告诉小虎要怎么用 于是第二周的这个周末呢 他就给这个雷雷啊 打了个电话 他就说 你在家吗 我想过来你们家玩一会儿 尽管你已经跟我说了 我们两个呢 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我觉得我还是挺想你的 我呢 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过来看看你 雷雷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 而且呢 也特别的会说话 雷雷就说 我在家里面呢 我今天也没有什么安排 所以他就到雷雷家里面去了 可是呢 没想到那一天啊 她到雷雷家的时候呢 雷雷的有一个妹妹也一直在家 她和她的妹妹就在家里面 就是看看书 然后弹甘情 然后呢 还一起包饺子 她就觉得她实在是没有机会弄这个迷药 放在这个雷雷的身上 要怎么办呢 所以等了好久呢 她就跟雷雷说 她说 雷雷啊 我近的时间呢 挺喜欢喝咖啡的 你们家有没有咖啡 要不你去帮我弄一杯咖啡吧 雷雷说 嗯 那好像你平时都不太喜欢喝咖啡的 因为雷雷呢 是一个非常的善良 而且非常友好的一个姑娘 所以呢 雷雷就站起来去给她弄咖啡 这时候呢 她就想雷雷离开了她的妹妹了 所以呢 她就想办法弄一点迷药 放在雷雷的身上 于是呢 她就悄悄地从她的裤包里面 把那一瓶迷药拿出来 倒了一点 放在她的手上 她就走到雷雷的背后 轻轻地拍了一下雷雷的背 其实她平时对雷雷呢 都不是那样子对的 但是她那一拍呢 就是把那个迷药啊 放在她的手心 拍在雷雷的身上 然后呢 雷雷就转过来看着她 雷雷就说 你干嘛呀 干嘛你要拍我的街呢 小虎就赶紧给雷雷解释说 啊 我是想过来告诉你 我的咖啡里面呢 最好是别放奶 雷雷就用奇怪的眼睛看着她 雷雷说 嗯 那你叫我一声不就行了吗 干嘛还要过来拍我 小虎就在想 嗯 她已经往雷雷的身上放了迷药了 她就等着这个迷药起作用吧 可是雷雷和她的妹妹啊 一直坐在餐桌的另外一边 在包饺子 好像一点这种反应都没有 小虎就想 为什么这个迷药拍到她的身上 没有起作用呢 怎么等了那么久 好像雷雷也没有对她正眼看一下 到底这个迷药有没有用的 就在这个时候呢 雷雷的妹妹就走过来 和小虎说 她说 小虎哥哥 那个你都在我们家待了好长时间了 你怎么还不走啊 那个我们昨天晚上家里没有客人 玩了好久 我和我的姐姐都没有睡好 我们两个想睡个午觉 你回去吧 那雷雷的妹妹都这么说了 小虎也只有回去了 然后她回去的路上呢 她就一直在想 可能雷雷会给她打个电话说 小虎 你回来吧 我想你了 可是她一直回到家 她都没有收到雷雷的电话 也没有给她发任何的短信 这时候呢 她就给她的朋友Mike 打了个电话 她说 Mike 你这个药啊 到底你有没有作用的 我已经用了一些拍在这个雷雷的身上 可是这么久了 都几个小时过去了 她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Mike就说 哎呀 你才用第一次 哪有这么快有反应的 你既然已经拍在她的身上了 你就等着她过来求你 告诉你 她有多喜欢你吧 于是小虎呢 就挂了电话 她一直等 一直等 都没有雷雷的电话 过了一周之后呢 她又在想 既然第一次拍上去的时候没有作用 那就说明她拍的时候 可能拍得太轻了 或者说这个药箱太慢了 她要不要再试一次 于是呢 她又再给雷雷打了个电话 她说 雷雷啊 这周末你干嘛 雷雷说 那个我爸我妈呢 去做客了 我妹妹呢 也跟我爸我妈走了 我正在给我们的花园修花剪草呢 小虎就说 那我过来看看你吧 顺便我过来帮帮忙 雷雷呢 也同意了 医生的那天 她又来到雷雷的家 她就陪着雷雷在门口捡他们的花枝 弄他们的草地 弄得挺累的 后来呢 是因为这个阳光有点晒嘛 雷雷呢 可能也觉得自己有点累了 所以雷雷就走到他们家的门口 就美国人的门口嘛 很多家的门口呢 都有一个美国人叫的poach 就是一个小走廊 走廊上呢 有两个单人的沙发 然后有一个小茶几 雷雷呢 就坐在那个单人沙发上 静静的喝水 然后旁边呢 是他们家出出静静的时候脱下来的鞋子 但是不多 只有两三双 但其中有两双呢 就是那种高跟鞋 然后小虎看着雷雷坐着喝水的样子 他觉得太可爱了 他越看越觉得雷雷那么的可爱 所以呢 他就把他的迷药给拿出来 放在他的手上搓了一下 然后呢 他就走过去 突然的抱住雷雷 其实他并没有想对雷雷做什么 他只是想把这个迷药放在雷雷的身上 可是雷雷呢 反应特别的快 雷雷就说 你干嘛呀 小虎 你怎么那么恶心啊 你今天到底想干嘛呀 你平时都是很绅士的 就是我说我不喜欢你 你从来都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然后呢 一把给小虎推开 可是小虎呢 就是怕他的那个药失效 所以呢 他又再一次把这个雷雷抱紧 他说他的内心呢 就是真正的 只是想让他的迷药起作用 结果没想到雷雷抓起 旁边的一刷高跟鞋 往他的头上一打 小虎说 但是你知道吗 有二 一呢 是雷雷跟他说 他们从此呢 不是朋友了 二呢 是雷雷打他的那一下 确实让他真的非常的痛苦 于是他就跟雷雷说 好吧 那我走了 以后呢 我也不来了 就算是再见面 我也不会再这样子对你了 于是呢 他就回家了 他开着车回家的路上呢 他就跟他的那个朋友啊 迈克 打了个电话 他说迈克啊 你这个药啊 根本一点都没有作用 我把你这个药放在女人的身上 不仅是没作用啊 我还遭到女人的一顿打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喜欢一个女人 然后呢 你的女朋友又那么多 你是故意耍我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说从此以后啊 他也不想和他的这个朋友迈克 有来往 而且他呢 也没有和雷雷有来往 过了一年之后呢 他就听说雷雷结婚了 雷雷结婚之后呢 他确实是非常的心痛 而且呢 非常的难过 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是 他的女朋友结婚了 的那种难过一样的 自己蒙头在被子里面 哭了一个下午 然后 过了几个月以后呢 他又认识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 莎莎 这个女生呢 年龄比她大两岁 而且这个莎莎呢 非常的成熟 莎莎自己告诉她 她以前呢 是和一个男朋友同居过一段时间的 后来呢 因为感情不合 分手了 而且莎莎呢 是一个比较开朗 也比较喜欢笑的一个女孩 长得有点像 她原来喜欢过的那个女孩雷雷 所以呢 她就把莎莎 当作第二个雷雷的相处 她也经常会约莎莎一起去看电影啊 去吃饭啊 或者一起去逛街 而且莎莎每一次呢 都不拒绝 她们逛街呀 吃饭呀 干什么 她们都非常的开心 但是都是没有瞒你之间的那种亲吻呀 拥抱啊 那种情感 可是莎莎呢 好像非常的懂礼貌 而且呢 非常的尊重她 她每次把莎莎送回家之后 她回到家呢 莎莎都会给她发个短信 说 啊 非常的感谢你 我今天呢 玩得特别的开心 或者说 啊 你真是太好了 今天的饭呢 吃得太开心了 那她从莎莎的语言里面 她就感觉莎莎是不是有点喜欢她呢 然后过了半年呢 她不是有嫁娶吗 她就一直很想去瑞士玩 可是她一个人出去旅游呢 又觉得非常的寂寞 非常的孤单 于是呢 她就想到莎莎 她就想 要不要约莎莎 一起去呢 而且呢 她也想一起去旅行 看一下莎莎喜不喜欢她 之后呢 她就和莎莎打了个电话 她就说 莎莎 我想去瑞士玩 那个国家呢 是我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 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 我觉得一个人去太孤单了 莎莎说 那什么时候啊 那你告诉我一下什么时候 我看一下我的日程 如果说我还有假期 我的日程上没有安排的话 我就跟你一块去 我也很想很想去瑞士的 瑞士也是我向往的地方 后来呢 莎莎也告诉她 莎莎是可以跟她一块去旅游的 于是呢 她就在网上订了酒店 机票 这些费用呢 她都没让莎莎花 她觉得她是个男人 她第一次带女孩子出去玩呢 她就应该花这些钱 她的行为呢 也让我觉得 非常的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的话 一般都不会这样子做的 但是亚洲人的孩子呢 他们还是保留了一些 亚洲人的那种习惯 就是说第一次带女孩子出去 要自己花钱 于是呢 她们就来到了瑞士 那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小虎的故事的第一部分呢 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因为小虎的故事呢 有点可爱 而且呢 有一点点长 所以今天小虎的故事的第一部分呢 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呢 下次我再分享 她的故事的第二部分的时候呢 你才不会错过小虎的甜美的 可爱的故事的第二部分 那因为做视频讲故事呢 也不容易 而且呢 也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呢 如果你喜欢我 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记了 给我点个赞 然后呢 再把我的频道啊 分享给你喜欢听故事的朋友们 那就让我们下一部分故事的时候 再见啦 祝您吃好 喝好 平安 健康 每天都和我一样 有一个快乐的好心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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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